這次應該是我第二次做星級評判 幾年前都試過做過的 還有最上鏡小姐 剛才有同事提起我 你是TVB的Cover Girl 做最上鏡小姐的評判 其實是很貼切的 是呀 我都不記得了 我覺得做了藝人這麼多年 對於上鏡自己 這兩個字是會很緊張的 因為會很緊張自己究竟是 什麼角度 或者在鏡頭面前怎樣做 所以今晚 我想再去做評判的時候 又會有不同的看法 又或者其實因為有見到真人 你就會可以比較到 或者又現場更加感受到 可不可以它的內在尾都可以透過鏡頭 都會滲透出它的靚 有什麼佳麗令到你特別深刻的 其實每個人都很高質素很靚 我想當中有一位女生 她是比較外國的外國 我覺得很特別 看看她真人是否也是這麼漂亮 其中一個佳麗有紋身 自己有沒有留意一下她 我在新聞上見到 但是我覺得都不是問題的 其實我自己都很想 如果有機會我可以 我也想紋身 但是我覺得可能她的紋身 其實大會也知道她有的 如果沒有問題 其實參賽真的沒有問題 我覺得focus就不需要留意 她是不是有沒有紋身 你剛剛也說到自己有機會想紋身 你有沒有打算紋什麼 紀念價值的東西 那就要看看我那一刻的心情 是想做 就是想的圖案是怎樣 不過怎麼說 一直都沒有做到這件事 因為拍戲始終如果 就算做都不可以 是很容易見到的位置 所以暫時都沒有機會